关于苏州管协乐团 关于指挥彭加鹏 我做了三起节目 觉得予以为尽 因为这件事它不单单是个乐团的改造问题 不光是个乐器的改造问题 不光是苏州这么一个地方乐团 在国际上拿大奖 拿音乐界的奥斯卡奖的问题 不光是彭加鹏得奖 跟小泽征尔那个得奖比肩的问题 而是中国的音乐 乃至中国的文化 我们和西方的文化呢 怎么衔接的问题 怎么讲好中国的故事 这怎么叫洋人服气的问题 怎么叫它认同啊 苏州团到欧洲巡演 欧洲乐迷 蜂拥而至跟着团跑 那就叫认同啊 为什么呀 他说是东方乐器 东方的词弦 但是他的演出的效果 和他们那个耳朵认定的 极具科学性的西方的教学乐一样 但是人家拉的全是胡琴 咱们叫胡琴 拉弦啊 弦乐部分不是二胡啊 不是这个一样的胡琴 它是形成三个音区 有二胡 有中胡 有高胡 对应西方的 交响乐的 小提琴的 不同的声部 而且加上呢 大贝斯 加上大提琴 所以因此灰弘啊 洋人接受 那这是不是标准啊 当然是标准啊 如果不是标准 所以奥地利音乐学院奖 这种成就奖 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是在中国音乐界 这么大的成就 我是觉得宣传不够 认识不足 宣传不够呢 主要是因为人们认识不足 没有意识到这么一个地方 院团的改革 取得这样的成就 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所以有人来找司马南说 你居然认为 苏州民族管学院团 民族两个字可以删掉 你到底怎么看这个民族 你都没听懂我说什么 你急什么呀 苏州就是中国的 你再强调民族 那不是叠创嫁屋吗 我告诉你上语文课 我是老师 我告诉你 这些同意语重复 没有二胡拉不哭的人 没有唢呐送不走的魂 千年的琵琶万年的争 一把二胡拉一声 百般乐器唢呐为王 不是升天就是拜堂 中国音乐有魅力 但是你要做成一个庞大的乐团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比如说唢呐 唢呐这个乐器 它不是中国的呀 这是从新语传过来的 是中国化了的乐器 所以彭佳鹏这个人 牛得厉害 不光是因为他获奖 就是因为他敢于大胆的 让乐团走中国化的道路 对彭佳鹏来说 为了更好的体现这种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乐器组合 特别是寻找到 梦里都在追取那个音乐之美 他多少年的音乐实践当中 当然包括作曲家了 当然包括乐器改革家了 当然包括所有的演奏员在内 他们研究的问题就是在 不识中国特色的前提下 怎么大胆的 把更多的非常成熟的 被称之为西洋乐器的乐器 应用到中国管协乐团的编制里 同样怎么样把中国的那个弦 那个底那个声改造成 更适合在这个乐团里边演奏的编制里 那除了我几期节目跟大家讲的 低音弦乐器外 你看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叫中琴 彭佳鹏就大胆的把它移植过来了 这个叫什么琴 我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也是在苏州才知道 叫颤音琴啊 你听过这声 但是你没见过这样 这就叫颤音琴 这个叫什么呀 看看这个 近一点 叫马林巴 这个叫什么呀 这叫钢片琴 这键盘乐器这些东西 在苏州的这个团里边 极大的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 换句话说 西洋交响乐团用到咋去 我们都用啊 为什么不可以用啊 拿来主意吗 当然了 彭佳鹏之牛还在于 大量的中国打击乐器 包括这个叫什么呀 湖北出土的边中啊 这么大的家伙 这叫什么呀 排骨啊 这个排骨 大姐你看 在大剧院演出的时候 这次我看了 这个光是这些大骨啊 就有四面 还有这个 在乐团的左脚 这个后边 这叫竖琴 这是乐团里面不可或缺的 当然在这个演奏当中 插入钢琴 然后就开始演呀 百无荆棘 一切为了市场 一切为了前线 只以成败轮英雄 只以音响效果 征服了洋人 当然同时又征服中国国内的观众 当然有人不服气 有人说你改造的叫什么呀 不能不累 怎么就叫不能不累 你那个累的标准是什么 你那个轮的标准又是什么 为什么不能按照毛主席说的 扬为中用 谷为金用呢 为什么不能实行鲁迅先生讲的拿来主义呢 为什么只能接受送来主义 鲁迅先生有篇拿来主义的文章 非常值得细读 拿来主义 送来主义区别在哪 送来主义 你就是骨头是酥的嘛 你跪下来 人家给你什么 你就吃什么 送来主义就是这样的 胃 而拿来主义则是以我为主啊 我为体 系统上是我 主体上是我 发愿的是我 执行的是我 设计是我 总操盘手是我 我是谁 我是彭加彭 所以就是拿来主义来改造这乐团 就出现了苏州交响乐团 全新的面貌 而全新的面貌在欧洲训运 得到西方乐迷的认同 并且在国家大军演出头前排 全是老外 这种现象不震撼吗 为什么不想想这其中道理在什么地方 不只是个乐团的改革 这才是我指的话 若干起节目 专门来强调这个问题重要性的原因之所在 简而言之 这一切都是乐团发展的需要 是作品表现的需要 当然也是时代的需要 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独特性 才使得苏州这么一个团 成立四周年的2021年 乐团和彭加彭本人 就得了奥地利音乐剧院奖了 彭加彭说他一直有一个愿望 他就是应该把这种不同于西方的 中国主体色彩性为主的 中国画的乐器 起一个名字 就叫中国管学院行不行 我觉得这个提法很好 我也有这个想法 但是因为彭加彭这么说 他是大指挥 别人不好说什么 我就是这个老头退休在那 瞎说那就遭到了一些 思想明完不化的一些人的攻击 他们说你司马那胡说八道 你看看我胡说八道 居然是得到了彭加彭的响应 彭加彭指挥认为 他说你怎么说这个 我不早就有这个想法 彭加彭他痴迷指挥每天在做这个 他跟我不一样 我有个想法 我就倒倒倒 我就说一说 彭加彭他是在践行他的音乐实践 重新塑造了苏州这么一款 从零打造了这么一个团 彭加彭了不得 苏州这个团也了不得 祝你们白痴干头更进一步 我是司马南 再见